财政部长林冠英在完成2020年供应法案财政预算案的总结辩论之后 国会下议院最终以声浪表决通过法案二读 今天财政预算案将会开始进入委员会阶段 并且在完成以后在国会进行三读表决 冠英指出尽管政府公开透露有关大马国债的情况 不过大多数的信用评级机构依然对新门政府的管理充满信心 他说直到目前大马依然维持主权信用的等级 而这是一种最好的答案来应对那些只政府对国家经济管理不好 导致增加债务的批评 明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主题为驱动发展公平成果共享繁荣 总开销为2970亿令吉 其中行政开销是2410亿令吉 发展开销则是560亿令吉 再次发展开销则是560亿令吉